就是卖掉一套上海的房子 去重庆买10套 当然了 重庆房地产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温不火 然后很多人就跟着去重庆买房子 再之后 同样的套路又去沈阳玩了一遍 细节操作是 如果想跟着Ocean炒房 那要先家住Ocean的私域 这个需要花钱 如果想进团购群也要花钱 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变身成了炒房团中正式意愿 如果到了交易阶段 还要再交团购费 当然这其中的一些中间所随过程 是Ocean这边负责 根据我们聊聊到一些其他房产小卫的套路 网红卖房 在房子的成交价上大概留有猫腻 为了收割粉丝 网红会私底下和房地产商联手涨一点 一套房里里外外下来 网红这个渠道销售 其实加收了一切价格 就是割粉丝了 二线城市一套收益大概在10万 有的狠一点的能割到20万 某些房产小卫的这些玩法 不知道Ocean当时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Ocean的收入量级就应该往上跳一层了 还记得我说Ocean非常专一吗 他吹捧炒房是因为他真心觉得炒房可以赚钱 所以他也把他所有赚的钱 也就是这些珍贵的现金流都用在了炒房上 不断地加杠杆买了一堆房 为之后买下了伏币 而此时时间已经进展到房地产疯狂发展的后期 一直在钢丝上走的Ocean 面临着房地产增速的下调和监管的趋烟 而别问 问就是要涨的套路 此时的风险系数就变得不确定 而很多人也开始对他这种激进的观点产生了质疑 而他的套用资金和躲避监管的各种方法 本身也是对法律和公系两足灰色地胆的探索 这部分很难在阳光下举起前行了 而之后Ocean还和一些圈内人鼓出一道西港炒房 并且在这件事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比如Ocean一拨人还拉出监布寨首相 监布寨人民党主席和影站台 打着你错过了深圳就不要错过西港的旗号 而后来的西港乱象大家也都知道了 依旧不说对错 在资本层面 这些舆论对于IP本身的估值来说都是负面影响 而就不知道Ocean在搞西港项目的收益 是否能超过对IP可信度的负面成本 其实可以看出从某个时间段开始 Ocean对于现金融的要求就越来越高 毕竟那么大的杠杆 而时间线上也来到了和妻子离婚 或许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只不过我们依旧得站在资本这条线上来分析 家庭和感情问题都处于八卦了 根据当时Ocean自己的文章 也就这张图 说自己放弃了北京上海35套房 一共6300平米 然后还要继续代偿房贷4550万 无论这里面有多少水分 每个月都要还的月供 我们推错肯定是一个离谱的数字 也就是它之前不断加钢而囤房的结果 而为了还上这些贷款 只能选择各种方法 继续在私欲搞钱 而后有一些传闻 说Ocean现金流崩溃 负债累累 收入骤降 生活难以为继等 我不太相信这些传闻 但我相信Ocean的现金流肯定是如履薄冰 并且营销到了事业和生活 而在图文时代进入到视频时代的大变革下 Ocean也进入了视频平台 开始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视频 指这个本来已经抓住机遇 完成商业化币环 并且赚到了第一桶金 完全可以资本化的房产大V 由于自己对房地产投机的执着 在大趋势的变动下 让自己陷入了泥潭 而进入视频时代之后 虽然自己也加入了视频的浪潮 还能不能抓住机遇 重新回到现象级的巅峰 其实就比较难了 一代版本一代神 现在地球偶尧的这个版本 官方对于房地产的系数进行大幅削弱 而以房地产价格为核心观点的人 当然就属于版本的眼泪了 毕竟现在还相信永远长的已经是少数了 但我相信这个故事还没完 Ocean是知道大众心理的 而且也是经验丰富的 虽然我不认同其观点了 但还是认同其能力 我相信未来还能在舆论场上看到它 如果说文字内容的网红 大背景是公众号 那段子图文和资讯的内容 大背景更多的就是微博了 而在微博早期做起来的很多大号 好多都是从天涯 也就是论坛系那边 就已经持续输入内容的人 也有很多豆瓣系那边 每天在输出段子的人 微博时代上之前已经积累了很久 有强内容能力的人 找到了一个时代的契机 发挥了流量巨龙作用 成为了现象级网红 并且赚到了钱 以资本的视角 穿透粉丝量 去看真实的出圈效应 和真实的影响力 当然还有资本市场的操作 同道大叔或许更具资本市场代表性 还是车古路化 普通家庭出生 搭上时代的列车 实现阶级跨越 同道大叔创始人蔡月洞 出生在潮汕农村家庭 本人有美术天赋 同时还特别努力 09年考入清华美院 可以看出同道大叔在学生时期 已经是一个敏感度非常高的人 那是什么敏感度呢 就是抓住时代脉搏的敏感度 这个话听起来又抽象又晦涩 其实就是知道现在时代需要什么 大事会往哪发展 而我的努力方向就一定要采生时代的风口和列车 依旧是主线里面的中国互联网技术设施的蓬勃发展 硬件体系的完善 软件配套的爆炸 任何一个细分功能下 也都能塑造一堆处于激烈竞争的软件 大三的同道大叔就已经加入这个大线窝中开始创业了 在做了几款APP之后 才做了同道科技 之后才有了同道大叔这个名字 只是当时创业毕竟是人生当中的主线 玩社交媒体还处于无心插流 而且早期在微博上发的东西没见出什么水花 评论区聊聊无几 也主要都是自己的作品 但之后呢 同道大叔调整了创作思路 加入了更强的网感 比如发了一组刚小时代的图之后 转发和评论都过签了 然后又有了长途形式的固蛇段子 这个转变可能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从专业的角度 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转件 其内核是自我主导 颠覆变成了受众主导 创作者开始探索观众喜欢什么 观众会对什么内容产生反馈 在这个机制调整下 同道大叔获得第一次比较大的正反馈 但是毕竟当时的创业还是人生主线 继续开发APP 但是他还不知道当时在忙的事 竟然对未来内容创作买了个伏笔 当时同道大叔在搞基于女性需求的社交软件 那团队天天在想什么呢 就是女性在社交情景下讨厌什么 需求什么 想的是什么 其实在后面一些访谈中 也能看出这段时间的思考 虽然早期大家号称 你一张PPT就能去融资 但其实没那么容易 再加上社交平台上 很多擦盘球内容无法杜绝 监管成本极高 这个软件最后还是转让出去了 但是同道大叔在折腾这个APP的时候 其实积累了很多经验 就是女性在陌生人社交当中 如何建立信任 说白了 一对陌生男女聊什么 答案就是星座 你别觉得土啊 你要知道星座就是上个时代 陌生人社交的话题公约数 又是水泥的一天 现在我们说说这句话 你可能听着跟春晚小品似的 就是这些网络烂梗 落后的梗 来回反复聚集 其实这儿不小心开了一个巨大的话题 可能在说的人嘴里觉得自己特别潮流 但是我们听起来就觉得 这个烂梗好尴尬 这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命题 这命题我会在讲抽象文化的时候 去和大家剖析 那段可能要删减的比较多 甚至放不出来 所以讲同道大叔这儿就不放了 同道大叔在创业中积累的对星座的人质 在14年的6月2号 获得了一次正反馈 当天同道大叔号召大家吐瞧一下某星座 然后大家在评论区贡献了很多优质内容 至此星座这个路线算是被实验成功了 然后继续在星座这条路上持续发力 开始创作以吐槽星座为主题的漫画 秒杀营销号的质量和高速耕频 就是同道大叔打出了差异化 后面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我就不复述了 抓住图文和微博时代的崛起 尝到了流量和众星捧月的甜头 业以继织的创作 占据了用户的心智 在星座这个垂直下 就是同道大叔了 17年粉丝破6000万 阅读量破200亿 比起流量上的辉煌 我们够应该关注在网红窗口期是怎么做商业化的 而从15年开始 同道大叔就已经招募团队 公司化运营 也就是同道文化 广告当然是基础的 根据不完全统计了 16年的广告部分利润在3000万 虽然不能跟上面说的咪蒙相比 但也是一个数量级了 而2C这边 跟星座相关的内容当然离不开感情把管 当然这些繁琐复杂的生活情绪化 琐碎又抽象 同道大叔的团队 卡通形象把这些内容具象化 符号化 然后就有了卡通形象 开始生产衍生品并且销售 衣服 毛绒玩具 内裤等等 而当时的粉丝确实也很买单 之后的衍生品开始向各个方向试水 手机壳 充电宝 饰品 3C 文具 休闲食品 2017年6月 组结商品中心 产品设计 雇用链 渠道分销 全部自己来搞 属于是重资产商镇 而其他的产品也困扰到几十个品类 1200架SKU 童谣大叔最火那会儿还和很多品牌做联名 当时已经离谱到 童谣大叔和卢州老教做了一个联名 童谣大叔也出版过漫画书 这也是一部分版权收入 而童谣大叔的星座IP也向线下满延 比如说开了嘉年华 还开了主题咖啡馆 同内容团队还做出了星座加明星的微访谈综艺 和星座情感类短视频综艺 这部分则是招商的广告收入 当然也附带着偶尔学生人员自己的产品 根据公开信息 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数据 电商占20% 授权占20% 衍生品占20% 说白了别带皮都还只靠广告挣钱 一条推走路 而童谣大叔这会儿已经是四条推走路 而创造财富的整个团队自然也赚到了真金白银 坐在16年 根据自述 童谣大叔内容团队 两名团队骨干年薪超过200万 百万年薪以上超过三人 商业化的成功自然就走向了资本化 其实15年就已经开始走资本化道路 也就是在童谣大叔活了两年之后 其商业模式的逐渐清晰 让他容了3000万规模的A轮 那个时代投资文化产业和网红IP 不像现在在投决会上 会被提出各种挑战 那会儿还是比较容易过会的 虽然公开信息里面写 15年那轮投的是红山和明家资本 但其实这件事穿透到背后 实际还是有美生文化的 而美生文化也是在16年直接并购了童谣大叔 以2.175亿元 向蔡月洞等收购童谣大叔文化传播微信公司 也就是同道文化72.5%的股权 通过该交易 童谣大叔创始人蔡月洞 直接套现1.78亿元 并且不算单身CEO 转任美生文化的副总裁 本次交易后 蔡月洞对同道文化的持股比例 从72%降至12.5% 根据该交易反推 同道文化的估值达到3亿元 如果一个网红能在一次交易中 赚到1.78亿现金 还就是我说的那句话 不可能仅仅是个人的努力 一定是搭上了时代的列车 那你说美生文化 为什么愿意出了点1.75亿 美生文化你们可能没听说过 但它在资本市场上 和行业内都很有名 作为A股上任公司的美生文化 比较明明的案例是 和国外IP的合作 比如魔兽世界 星球大战 冰雪奇缘 马里奥等衍生品 而国内则有血阳阳和雄出没 买一下同道文化 就是其战略方向 我们翻一翻该公司的公告 也能看出端倪 15年底 美生文化发布公告 称募资30.3亿 其中21亿用于投资并购100个IP